2021年好檸檬Podcast要邁向國際化了 我們今天有一位就是來賓完全不會講中文 我們到底是要怎麼聊 今天是第一次我們會有一個客人 甚至不講中文 所以現在是時間 現在是時間 把英文破壞了 歡迎來到好檸檬Podcast 你現在在收聽主持人英文其實沒有很好的好檸檬 我是薇薇關大維 我是Lemon Janet 這是好檸檬的第21集 現在是台北時間2020年12月28號晚上6點半 不行我們今天大部分內容還是要用中文進行 不然我們覺得太辛苦了 還有Jessica 對對對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就是 應該是我們最愛的餐廳的老闆二人組 Jessica跟Patrick 然後他們有一家餐廳叫做 AYE台北 AYE台北 愛台北 然後他就是離我們家非常近 然後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家餐廳好了 這是一個應該算是英式餐廳 然後他 你們是去年開在我們家嗎 對不對 2019 2019年的11月 2019年開的 然後他開下去之後呢 因為就是真的離我們家非常近 我就非常開心 就是終於有地方可以喝啤酒 就是走路就到了這樣子 對對對 不然以後我們以前我們約會都要商量喝個啤酒 或是到比較好的啤酒餐廳 都要跑到可能東區那邊去 做Uber去 就是非常的麻煩 所以就是開那邊超開心的 然後他們餐廳就是有 有各種英式餐點啊 啤酒、調酒、威士忌 然後有飛鏢跟那個 Switch 對然後還有很多table tops 還有Xbox 之前有Xbox 但是現在壞了 我在等新的 我只是買不到 所以就是 老闆是Patrick跟Jessica 然後Patrick是從蘇格蘭來的 You're Scottish 對 好酷 Great Chinese Jessica先介紹一下你們自己的餐廳好了 對啊 我們三季 你剛剛把我們介紹完了 有沒有要補充 對對對 你們的招牌菜是什麼啊 或是說你們的 如果就是30秒要打廣告的話 你們的廣告詞是什麼 其實我們要賣的是 英國人的家鄉味 然後希望可以把它推給台灣的那個朋友們 因為我去 我去英國的時候 他帶我去吃了他們的Sunday Roast 然後我一吃驚為天人 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肉質 因為以前的印象都覺得 英國菜就是不好吃的代表 但是他們Sunday Roast 竟然這麼好吃 然後我就想要把它帶來台灣 對 然後就一直鼓吹它 坐下去 對 就硬著頭皮 就 頭就洗下去了 所以Sunday Roast 是一種那種 英國人的習俗嗎 或是說是那邊的餐廳 就是一般都要有Sunday Roast嗎 應該說 據說就是他們 他們都有禮拜天上教堂的習慣 然後他們去教堂之前 他們媽媽就會把那個要吃的肉 還有馬鈴薯啊 蔬菜什麼的都放在烤箱 然後他們禮拜天做完禮拜回來 就有東西可以吃了 對 就是一個解決剩菜剩飯的概念 不是不是不是 是新鮮的 特別做的 所以他們禮拜天就會吃個大餐這樣 是一種調味 對 因為我記得我去你們那邊 然後他有時候是Beef 有時候是Pork 對對對 可以是Turkey 可以是Chicken 可以是Pork 可以是什麼 各式各樣的 對 就是我之前很愛喝啤酒啊 我從大概大學的時候吧 就是我的鋼琴教授 就是很愛帶我們學生去喝啤酒 然後就是 我一直想要 家裡附近有家啤酒餐廳這樣 所以你們開店的那種初期 我們就好像都超愛去 其實現在我們還是很愛去 對 就是你們是我們最常去的一家餐廳 而且那時候有朋友來 我們都要下去 然後說按一下五顆星喔 對對對 我們就一直 跟大家邀Google rating 就是我們就很怕你們倒掉 很怕你們 剛開生意不夠好 所以就是 一直要幫你們邀那個 謝謝你們 我們撐了一年了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會問很多 所以這一年還好嗎 還蠻累的其實 開餐廳到底有多難啊 就是 開餐廳 你為了開這個餐廳 你準備了多久 前半年 我就在還沒辭職的時候 我在公司的辦公室 我跟我老闆說 我要開餐廳 然後 所以我要離職 我就跟他提離職 然後老闆說 你先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 我可以讓你 你把你公司上的事情處理完 你剩下的時間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對 所以我就大概花了一半的時間 一天有一半的時間 就要來收集資料啊 找資料 然後包含裝潢啊 然後開店要申請的程序啊 什麼一堆有的沒有的 對 你們裝潢都全部都自己弄對不對 幾乎 嗯 所以我們 我們甚至於連那個泥做的部分 都想自己來 泥做是 然後就是水泥 對 就自己想要水泥 然後把它糊到牆上這樣 然後 我們試了 然後他找了他一堆兄弟 一幫兄弟來做 一起幫忙 就是慘不忍睹 後來之後 泥做的部分就花錢 找那個水泥師傅來糊這樣 然後一天給他3500這樣子 嗯 這是你第一家開店經驗嗎 對啊 那你怎麼知道 都是有什麼東西要弄 感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 因為我花了半年的時間 研究 半年的 上班半天的時間 超級資料 哇塞 而且如果有去過iTypeFair 你就會知道他裡面的裝潢 是有一種工業風 很有特色 應該說 工業風就是 不精緻風 工業風就是 什麼都沒有辦法 不會 我覺得很有特色欸 所以你就是在籌備的時候 你們兩個的那個角色是什麼 他是廚師 你是機器人 對 他負責做菜 想菜單 家裡練習菜 就是 比如說我們做炸魚薯條啊 然後什麼 炸一些洋蔥圈 或幹嘛什麼之類的 而且還要自己灌香腸 喔 其實灌香腸是我的夢想 為什麼 我從很久以前 我就想要灌香腸 因為我去 有一次我去瑞士 然後吃到一個 超級好吃的香腸 然後就驚為天倫 我一定要 做這個香腸 對 然後我那時候 甚至還想說沒有要開店 我就想要去夜市賣香腸 就是香腸三明治這樣子 因為在瑞士吃了超好吃的 然後回來就試著問我那個瑞士的朋友 就是這個Recipe在哪裡找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一直在家裡灌了 灌了一兩年吧 對 可是 就不是那個樣子的味道 後來就有點放棄 後來就灌比較簡單一點的英式香腸 OK 對 所以你以前就有老闆夢欸 想要自己創業 我以前就一直想要脫離公司 上班主的生活這樣 哇塞 很像 所以你之前都是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嗯 你跟我的那個枝芽剛好相反 我是都沒有上過班的 我從學生時期就沒有上過班 Patrick已經有點無聊了 所以我們應該 問他一點問題 Cue他一下 應該Cue他一下 對 So Patrick Why are you so great at cooking? Yeah I'm not 嗯 一時間 I enjoy it I think I moved out of home when I was 17 OK So I had to cook for myself and I've always liked it and yeah I take pride in what I do Is it normal for Scottish people to cook their own food? Yes It's not like Taiwan Eating out is expensive unless you want french fries You know Eating out is expensive in Scotland and more expensive I think you know and certainly as a student what I did was I would make a big batch of some food and then eat it for two or three days in a row We don't have the We don't have 7-Eleven Not 24 hour anything No Only gas stations Only gas stations But we don't have We don't have microwave meals like your 7-Eleven You can't go into a convenience store in Scotland Mhm And get a Bolognese or a Curry Anything like that That doesn't exist Mhm The only thing you can get is like fish and chips or Chinese or Indian And things like that Mhm Yeah But I'm very lucky I have a I have a chef friend Mhm Who basically has taught me some things And if I need any advice I just call him up Mhm And he tells me what to do Mhm So I have a little ice in the hall Petrich就是说他十七岁的時候就搬出家里嘛 然後就是 因為學生你很窮啊 你知道在外面吃很貴 所以 他就必須要自己煮自己的食物 這樣子 然後他說在 呃 蘇格蘭沒有 沒有像台灣有那麼方便的便利商店啊 或者是說你在 便利商店就可以買到 可以微波的東西這樣子 那 呃 你有24小時的店只有加油站 可是可能加油站都賣一些 一些很不好吃的東西吧 结果就是这一年是有赚钱吗 可以继续开下去吗 应该说打平可以继续开 如果一直亏钱的话 就是我一直要每个月再一次掏钱出来 这个补那个的话 那可能就会没办法 你们原本预设就是 如果他多久没有赚钱 或是说没回来 你们就要把它关掉 你们预设的那个 怎么可以烧掉的钱有多少 我们很坚真的想说 开半年就可以赚钱 结果其实现在也快了 而且我觉得你们生意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定了 也是啊谢谢你们的帮忙 对对对 就是今天大家看到这个podcast 也不要太常去 不然我们就没有这个位置 偶尔去一下就好 可以去一探究竟一下 我昨年来到Jessica去美国 我们在找她 我希望她吃个星期的烧烤 因为她没有吃烤烤 但我们在Edinburgh 而且很难找到一个 而且我们不见到一里的 very strange to me very strange 但那个第二天 當我們回到後,我們開始製作這些東西 我們在家製作魚餅製作 我來歷史四年來,我愛台灣食物 但你開始失去西方食物 然後你開始製作自己 然後我們決定開啤酒吧 你最喜歡台灣食物你最喜歡的嗎? 烤鯉鯉鯉 烤鯉鯉 烤鯉 烤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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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 他就說 你就說我要挑戰你 不是 因為我常去那一間bar 所以我一個禮拜只好去一次之類的 然後所以有什麼人是舊的 有什麼人是新的我就知道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人是新來的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嗯 新來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話這樣 然後就覺得他很帥這樣 沒有 他那天很醉 那為什麼他很醉還要去找他打散 那遠遠看你不知道他醉了嗎 你跟他講話之後才知道他醉了 然後我就想他不要理他 然後就跟他朋友講話 我們就幾個人打撞球打一打 然後都已經很晚了 那個店都要打烊了 把我們趕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 那我要回家了 然後他就問他你住哪裡 他好像住在西門町的每一個hostel裡面吧 然後他已經很醉了 他還說他要繼續去哪裡喝 我說你知道你怎麼去 然後你知道怎麼回家嗎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朋友說他不能帶他回家 因為他朋友他老婆會不高興 哦哦他朋友的老婆 對 我以為Patrick的老婆 他朋友的老婆會不高興 說不能帶他回家 我就不能帶他回家 然後他就這樣很醉很醉很醉 然後又說他要繼續喝 我說不行你不可以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阻止他 那你就只好把他帶 照顧他 我說你可以睡客廳 這樣 你一開始是一個姊姊照顧者的角色出現的 是我也不願意啊 所以你們開餐廳的時候有遇到過什麼 這種很奇怪的客人 很奇怪的事情 我記得你跟我說過一個 就是有一組客人 就是你們不是說你們的happy hour是 一百塊就可以 就是一杯一百塊 就是在那個menu上面寫一杯一百塊 應該這麼說好 我們menu上面寫happy hour 然後他們就看了菜單 然後就拿來問我 就說你們happy hour是一百塊 我說對 五點到八點 我說對 所以他們狂點 沒有他們也沒有狂點 也不太能喝的人 一人喝個兩杯之類的 然後他們可能是大學生之類的 然後點點就七八個人 八九個人什麼 到之後來結帳 所以已經過完happy hour 然後他們happy hour之後 就沒有再點了 然後結帳的時候 竟然跟我說 不是唱飲一百嗎 我說誰跟你說唱飲一百 你們happy hour不是五點到八點 我說對阿 然後不是一百塊嗎 可是我只點了 我們只有四個人喝唱飲 我說你四個人 對啊 可是你一個人點兩杯 所以他認為是四百塊是不是 對 他認為一個人一百 喝到飽唱飲 哇 他想太多了 台灣人對不對 對 還怪我說 怪我說我沒跟他解釋清楚 可是 你然後問我說 是不是happy hour五點到八點 我跟你說對阿 喔 認知上的不同 然後 你可能以為是嘗試的事情 對 他覺得happy hour是唱飲 然後我說好 後來就給我們留了一顆新的評價 對 還有一顆評價寫什麼 就是說 明明就是一個人一百塊 說我老闆說我騙他之類的 真的喔 那個是不是不能刪掉啊 當然不能刪 不能刪掉 如果可以刪的話 就沒有意義 我認為他們已經沒有太多了 我認為他們已經沒有太多了 你知道 那是 那是 那是很瘋狂的事情 想想想 所以你明白我們 我們說 我認識誰 你講的 我認識誰 你講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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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誰 那是真的 那是真正的 尤其在台北 你講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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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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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 那是我們 那是我們 那是個患者 所以 人們都會被判傷 我外出 我告訴他們 他們他們 他們是罵人 他們認為他們 是說的 正常的 但實際上 他們在喊 或是說的 很大聲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會被警察 有些人叫警察 有些人 有些人 我明白 這是他們的家 但 當然 12時後 我明白 但 12時後 我認為 你應該 放鬆 人們 有些人 有些人 剛剛Patrick說 客人在外面 喝了酒 在門口講話 就是有曾經的鄰居去報警 什麼的 可是他就同時 就有很多什麼Food Panda 或Uber Eats 他們就是也是開過去 也是一直按喇叭 可是也沒有人 沒有人care 應該說台灣的摩托車 聲音都還蠻吵的 嗯 其實剛剛就有解過去 對啊 尤其你在巷子裡面 騎車就很吵啊 我覺得摩托車的聲音 比人講話的聲音還吵 嗯 可是摩托車就是 他就過去了 你就追不到他 哈哈 你要拿起電話來打 我可以理解 那你明明是冬天 然後你要開個窗戶 就變成你 而且你家的窗戶 又那麼薄 你又要開窗 你想要通風量好 什麼之類的 可是你要通風量好 那你就要不要 忍受外面的噪音啊 有摩托車 有人聲 而且你又在條通裡面 這邊就 喝醉的人 講話就會大聲啊 對 而且其實這一條街 就是也蠻 也不只你們一間酒吧 就是這麼多間酒吧 對啊 我們晚上都會開冷氣 因為他覺得很吵 就是有人在唱KTV 什麼的 不過我覺得 就是你們剛好住在 不對的 的 鄰居嗎 的那一棟 就是我們這棟 其實是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半夜 也是在彈鋼琴 可是都沒有這個問題 哈哈 那就是Sika之前在上班 你覺得 之前上班的生活 跟現在自己創業 然後又是酒吧 這種在晚上工作的感覺 你覺得在生活上面 有什麼樣 調適嗎 或者是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像說之前上班 就是那種 朝九晚五的時候 不對 朝八晚六 就是很 就是 蠻 很規律的生活 然後 你就是把你事情做好 分內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可是你自己創業之後 你要想很多 預想會到 所有 你做的好是你 對 你做的某一件事情 沒做好 那也都是你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對 所以你就是自己來 全部都自己來 要自己承擔最大的責任 對 但是 我覺得 因為我以前就很喜歡上酒吧 喝酒啊 然後開Party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嗯 所以我現在 每天都在開Party 還蠻開心的 實現夢想 對對對 做自己喜歡的事 你現在是常常宿醉嗎 你喝到宿醉的機率很高嗎 可是還是要收錢啊 不能退醉 大概一個禮拜三天 左右 哇 但我禮拜一禮拜的休息 就可以補回來了 嗯哼哼哼 從開酒吧開始到現在 就是體重有增加嗎 呃 比我之前上班的時候有少 真的喔 因為我上班就一天吃 很規律的吃三餐 然後又一直坐在辦公室 現在反而是 雖然喝得多 但是就是更累 運動更多 應該說現在是一天吃兩餐 嗯 因為比較晚期 對 就反而比較好我覺得 呵呵呵 說一下你們怎麼開始交往了好了 你們去打撞球了之後呢 後來他就是睡在你家沙巴喔 還是怎樣 對啊 然後就是那天有發生什麼事嗎 喔他就跟我交換了那個 Facebook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 才有真正聊到天 因為他那個前一天晚上太醉了 根本就沒在聊天 不太記得了 喝酒跟打撞球而已 然後 他就跟我說 欸他也有去澳洲 我說欸我有去澳洲 你是哪一年去的 嗯哼 就是去打工度假嗎 然後他是 跟我都同一年 只是我們沒有遇到 喔 在同一個附近嗎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他在 他待了兩年 我只待了一年 因為我在澳洲賺不到錢 欸你之前是做什麼 採草莓嗎 採草莓 採橘子 然後採洋蔥 洋蔥是最類的 不是人做的 採洋蔥怎麼採啊 因為洋蔥長在地上你知道嗎 嗯我不知道 他就像一顆一顆的蔥 嗯哼 然後只是他根部 是一顆就是洋蔥 所以你要把他根部 整個串 從他的葉子 讓你拔起來 嗯 然後再剪掉 洋蔥把它放在一個很大很大的柄 那個柄大概有 兩公尺乘兩公尺 喔 然後大概有 是比人還高對不對 沒有到比人高 但是可以放 寬度很 如果把你殺了 把你的屍體放在裡面 是放進去的 對 然後高度應該有 有一公尺高 所以你要塞滿那個柄 把那個洋蔥採 洋蔥這麼大一顆 塞滿那個柄 才得到五十塊錢 多久 要採多久可以塞滿那個柄 我一天採一柄吧 所以一天五十塊澳幣 就是台幣一千多 那時候匯率是三十 就一千五左右 可是別人一天賺三百 是不是他體力比較好 我不知道 收腳快吧 一天賺三百 就是六個柄 對 人家可以一天採多個柄 但是你只能採一個柄 這樣 但採洋蔥會有什麼 就是你要一直彎腰 你就一直趴跪在地上 它會有那個洋蔥的味道嗎 還是不會 全身 然後你回家 你住的地方都是洋蔥味 然後你三餐吃的都是洋蔥 對 會流淚啊 感覺很健康耶 所以你就 為什麼三餐吃的都是洋蔥 因為它會被送給你 現在可以省錢 就自己帶回家吃 就是採的途中自己按扛幾顆 所以在澳洲做那些工作 採草莓採橘子什麼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按扣一些回家吃 所以我採過櫻桃 草莓橘子 這些都吃到 我採櫻桃 吃到流鼻血 吃太多 對啊 還有採葡萄 所以你那一年的工作經驗都是 就是比較偏勞力的這種 對 因為我之前在想 因為我都做辦公室 然後沒有做過勞力的工作 想去驗看看 想試試看 但證明手腳真的太慢了 你工作經驗真的超豐富耶 所以Patrick追你的方式是很高明嗎 他沒有追我啊 他沒有追你 是你追他對不對 我也沒有追他 這自然而然 就是去約會吃飯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這樣 我們從來也沒有說 啊要什麼在一起什麼 就是很台灣人的那種 告白 我們在一起這樣子 什麼什麼之類的 沒有 跟老外交往的經驗是什麼 有沒有就是跟台灣男生很不一樣的地方 很不一樣是當然有 因為他畢竟是單獨一人來的 所以他們有爸爸媽媽啊 什麼什麼要煩惱 這種之類的 可是如果你跟台灣男生交往的話 就是 我還要回爸媽家 什麼什麼的 這真的蠻麻煩的 我媽要回去拜拜啊 然後什麼什麼 這種一些 又門禁 門禁倒是還好 檸檬圈就有門禁 我媽媽說不可以怎樣 什麼什麼的 就是你遇到很多 就是媽寶這樣子 因為 台灣男生比較不會做家事 就是不會煮飯 然後就是 因為回家媽媽會幫你洗衣服 然後會煮飯給你吃 比較多是這樣啦 當然也有獨立的男生 我就沒遇到嘛 台灣男生追女生的方式好像也不太一樣對不對 或是整個戀愛的流程跟感覺 應該就是 動漫看太多集 感覺很小就叫男友的 應該高中 不是大家國高中就開始叫嗎 不知道那個會不會稱為叫做男友 對啊就是那種 小朋友玩一玩那種 那我是大學才開始算 高中我自動洗刷掉 應該問Patrick 什麼是你的經驗 關於他的 gender交日交流 間交流 How do Taiwanese girls differ from Scotland? I mean I don't speak Chinese so I'm Mandarin I don't really know the ins and outs of what girls say or anything like that Certainly you wouldn't get grown women in Scotland Wearing Hello Kitty bag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think it's more...I wouldn't say childlike but mo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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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ese girls want to be cute, right? It's a thing, yeah So they want to be cute, yeah I don't think they care about that, you know They want to be...sexy Hot Drunk 像你們這樣子小小的餐廳啊 我們通常怎麼行銷? 怎麼樣擴大你的客群? 你們現在都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一開始主打就是想要走那個 賣他們的家鄉味嘛 英國的家鄉味 所以我們的客人還蠻多都是英國人 他們怎麼找到你啊? 一開始透過朋友圈 從朋友開始出群 那在台北的老外圈其實也不大 OK 幾乎大家都認識 喔 所以就是這樣投耳相傳 然後我們透過辦活動 因為這些活動畢竟是他們在英國常常有的 他們在去酒吧常常週末或是哪一天就會有這樣子的 酒吧測驗的活動 然後他們要來台北 來台灣沒有玩到 然後有人辦這個他們就很樂意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知識性欸 我覺得這樣台灣好像就是沒有人在玩這種 我們沒有去參加過 沒有人會習慣玩這種東西 對不對 就是如果一個酒吧然後辦那個機制 意志問答然後分組 因為首先要先英文要很聽得懂 不一定如果是中文版的話 可是也沒有人辦這種東西啊 大家就想要吃東西 應該說我覺得這是就是一種文化差異 比如說英國人他們或美國人他們去酒吧 他們就是一個社交場合 比如說他們下班或者是什麼放鬆的地方 所以台灣人就會把它當作一個比較認真一點的 我就是要去喝酒 我就是要去喝酒 我才會去那個地方 對 所以是不一樣的認知造成你不一樣的行為跟活動 像台灣人你去酒吧就會比較吵一點 就會 滑酒拳啊 什麼很嗨啊 玩什麼的啊 然後喝得超醉的啊 可是外國人 外國人不一定 他也常常會喝醉 可是畢竟他們酒量比較好 我覺得這是天生基因上面的差異 可是他們也有喝醉的 可是常常也沒喝醉啊 然後就是這樣就回家啦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啊 像對於你們開酒吧的人而言 最好的客人應該就是酒量最好的那種對不對 呃 應該這樣說 不要吐都是好的 理想中的客人是怎樣 不要吐都是好的 欸很常有客人在門店裡面吐嗎 蠻常有的 檸檬卷有在門口吐過 欸就那麼一次 是那一次是因為 我那時候一直問Jessica 就是那時候有 英國人他們一直講說 喔Covid-19的話 不用怕 我們只要喝那個熱的威士忌 再加上蜂蜜 他們叫Hot Toddy 對 他說這個東西就可以解藥 就是解藥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很好奇 想喝喝看 不是那時候才幾月啊 少月三月的時候 Scottish Medicine 就是有一個英國人 他說他得到了武漢肺炎 可是他治好了 因為他喝Hot Toddy 想說什麼神仙丹藥 想要吃吃看 喝喝看 結果那天喝就是狂服 就因為我已經喝了很多酒 就是有混到 然後再喝一杯熱的下去 我馬上感覺就來了 其實Hot Toddy 就是威士忌加檸檬 加蜂蜜 然後加熱水 就這樣 蜂蜜、檸檬 你不需要13個不同顏色的藥 你只需要Hot Toddy 你就會好 對,這就是另外一個文化差異 像台灣我們很習慣感冒 就是一定要去看個醫生 喝浮水 去看哪有 去看醫生什麼的話 過號費150塊什麼的 然後去看醫生拿到一包藥 你就覺得我好了 對 就習慣 你就覺得要吃藥 你感冒才會好 可是從我去澳洲之後 因為去澳洲看醫生很貴 所以他們的習慣都不只 當地人看也是很貴 所以大家都是習慣 你有感冒就自己治 去藥宇嗎 然後他們崇尚比較自然的療法 比如說你感冒就補充維他命C 就是吃個檸檬啊 喝個檸檬水啊 然後蜂蜜 蜂蜂檸檬水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嗯,這是我的秘方 我只要稍微有一點不舒服 喉嚨有一點痛 或是有一點點流鼻涕的現象的話 我就喝蜂蜜檸檬 隔天就好了 我媽也超愛輸欸 就是我每次喉嚨有點癢 她就說喝蜂蜜檬啊 喝蜂蜜檬啊 而且你媽也會弄那個蜂膠給我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所以他們 英國人的秘方就是 加了一個威士忌 最後我們請那個傑斯卡 來給我們的觀眾 如果我們觀眾想要開餐廳的話 給大家一些建議好了 就是到底應不應該開餐廳 想開餐廳的話要注意什麼事情 對,很棒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開餐廳 重點都是東西要好吃 你要夠自信 你端出去的東西是好吃 你自己覺得好吃 然後你相信你的客人吃了 會覺得好吃會再來 再開 如果東西不好吃 你只是想要開個餐廳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再多下點功夫 對 產品還是最重要 對,裝潢那些什麼 網美照 都只是一時的 我覺得啦 好像做什麼事情都是一樣 對不對 真的是產品 核心的產品最重要啦 行銷就是 行銷也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是 產品很爛 但是有好行銷的話 會死的很快 對啊像 應該說你要怎麼樣做到你的產品 就是讓你的熟客會一直回來的 而不是只做一次的客人 對 不要想說短期就是學他們一次就 對啊 那種你台灣有多少人讓你學 像現在很多什麼餐酒館啊 酒吧餐廳啊 然後都是裝潢的 美輪美奂的 然後很多網美去拍照 然後拍一拍就覺得 嗯我這樣就可以紅了 我覺得是啊 他們是比較紅啊 可是東西就不好吃 我就不會再去一次啊 我去一次我可能去party一次 但是下次我再去可能是明年 或什麼之類 而不是 像我們的客人就比較是 一個月來個兩三次啊 然後像你們一個禮拜兩三次 對真的是很好吃 就是大家如果還沒有去過那個 愛台北 愛台北 對可以去AYE AYE台北 他就在那個Google Map搜尋一下 就可以找到這家餐廳了 就是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聊到這邊囉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們希望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上面 或是其他平台給我們一個五顆星評價 或是按一個like 這個Podcast也會同步上載到 好檸檬YouTube和Odysee頻道 如果想要留言給我們 或是問問題的話 最方便管道就是到YouTube 或是Odysee那邊 然後也不要忘記支持我們 好喝鮮和檸檬卷頻道喔 好那你剛才抽天也是好檸檬 我是唯瑜關大維 我是檸檬卷 然後她是Jessica 她是Patrick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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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你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我來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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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